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断地一直在阻断我们 但是不管怎么样 如果说我们能够跟EU的 所有的这些的会员国 有更多的交流 在一个议题上面 就是说女性她所遇到的一个困境 其实也不只是女性 其实应该是每一个人 重振的人 她可能遇到的一个困境就是 如何在你的工作 家庭生活跟公共事务参与 这三块如何去平衡 因为我们会看到 男性的这些政治人物 她背后有一个太太 有一个贤妻 可以去帮她把所有事情打点 可是当女性的话 她可能背后就没有那个贤夫 可以去帮她打点 那甚至有时候可能还扯后腿 所以我们会看到有很多的女性 她变成没有办法结婚 或是她不敢结婚 或是她根本没有时间结婚 或是因为她的身份太高了 男性都却步了 所以她找不到 可以一起来拼的这样的一个伙伴 我相信这不是只有台湾的问题 也是世界各国所有的女性参政的人 所面对的这些的问题 甚至不是只有政治人物 包括一般的人 所以如果说我们能够跟各国的国会议员 大家就一些的先生说法 甚至如何能来促成 在整个家庭生活 在育儿 在婚姻生活 跟工作 跟各个公共事务的参与 等等都能够得到平衡 那这个平衡不是只有个人方面 当然包括整个一个国家的政策 包括全民的概念 包括整个社会的氛围 社会的一个支援 我觉得这会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